他俩的矛盾可能有一部分 因为我是起的嘛 今天来的就是想把话都说清楚 那我问你 你跟我男朋友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俩就是普通朋友 那他的扫线是不是你打扫的 是我打扫的 那他的衣服是你洗的叠的吗 是我洗的呀 大了脏很多人的面 你也就能混得出去 你也太有心理素质了你 怎么着 我怎么不能承认呢 你怎么不帮你自己 你男朋友打扫去 你有男朋友吗 他有 不好意思维维啊 那个我其实并没有男朋友 我就知道你对他有意思 我之前问你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你还骗我 他又心急了你 你就是他瞧男朋友了 你还跟我说 维维你够了 你还欺负我 你要是这么不信男朋友 那分手吧 行了小白你也别吵了 他比他要分手 他就是来跟我瞧你的 他也不承认他瞧我 你也不承认我 再瞧不起你了 我来之前不告诉你了吗 过来我是让你帮我解决事情的 你还跟他吵什么 哎 这头发怎么会在他房间呢 就是那天我砸扫房间嘛 帮他 然后就是 可能是不小心掉了 你看我头发挺藏的对吧 你头发掉哪儿你掉的挺劲劲的 这个我就 他感觉是故意的 另外我问一下你平时也穿这样吗 对我喜欢这样的工作 你平时就是这个工作 你不喜欢我就算了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闹了 我问一下你啊 小凡啊 跟他一时合租的室友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帮他打扫房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 大床特别累 然后微微也 也没过来打扫房间 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 因为都像你啊 我没工作呀 大床怎么样 我的大床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 我会打扫房间